我自己看,所有國家都要在個人自由和整體利益之間 做一個平衡才行 譬如你喝酒,都是個人自由 但喝酒,你還可不可以在馬路上駕駛 在疫情過程中,我發覺西方有不少人對個人自由的理解 都認為是壓倒一切 而忽略了整體人類發展的需要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 可謂對中美兩種不同的制度一種考驗 疫情在武漢剛出現的時候 其實有些西方人的想法就是 好了,這次中國知味道 遇到一次這麼大的衝擊 會否受不了呢 結果中國在疫情處理上相對成功 採取的手段就是針對疫情傳播方法 疫情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緊密接觸而傳播 中國採取的方法就是防止疫情擴散 防止人與人之間的緊密接觸 叫武漢市民留在家裡 包括利用中國特有的街坊組織 既做食物供應又做監督工作 至少不讓他接觸更多的人 另外亦對整個武漢進行封城 交通大部分停頓 除了生活所需品之外 運輸都停止了 但是做這件事的時候 病毒已經擴散到中國差不多全國各地 在短時間內已經擴散 但是中國政府是不惜一發現感染的地方 採取嚴格的封城措施 將疫情很快便禁止了 我在內地大江南北三十多個城市 都有業務 武漢遲些 差不多要到四、五月才恢復 其他城市過了二、三月份 已經逐步恢復 所以受到牽連拖累的時間 在全國來說大概是一、二月為主 武漢可能到三、四、五月才恢復 但是恢復得相對好 很多地方恢復了 差不多零感染、沒有本地個案 遍中我來全日 之後亦發覺有社區爆發 便立刻限制人與人之間的緊密接觸 這樣便已經取得成效 所採取的措施 可說是符合病毒的傳播方法 是针对性去处理的 但西方在这段时间初期的时候 他一方面看到中国的措施有成效 但另一方面 他想将中国的措施 描述为专制的措施 是没有考虑个人自由 个人选择的措施 所以西方在开始的时候 甚至有些总统都戴头 不戴口罩 不赞成封城 特朗普在选举期间还说 如果当选就不会封城 这些做法其实是 是违反科学原则的 明明人与人之间接触 是会传播 不戴口罩 会令到传播更加容易 但很迟才启动 到差不多拜登上场 美国才全面要求戴口罩 要求做检测 在西方有些地方觉得 你不可以强制我检测 香港也有些人反对检测 但内地是做全面的排查 查多数个及早发现 当然会令到传播速度减慢 有些说法 分几天来查 查得来那边都存了 但在你查的过程中 能够及时发现 你不是一次过停止 但可以减慢 所以中国的措施 后期是证明有效的 例如你澳洲、纽西兰 用得多些 效果就好些 欧洲不用不用 最后都是要用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由于领导人 不可以决断 不可以用整体利益的角度去考虑 而是纯粹只是 个人自由的角度去考虑 令到整个美国付出了不少代价 美国现在已经有 3,300多万人感染 美国也是3亿3人口 10分之1的人中招 死亡都达到60万个外 一场疫症死亡几十万人 打二战都不需要死亡 所以美国是付出不少代价 代价不止在人生命上 经济停顿 很多活动要回到以前的状况 都不容易 为了解决停顿期间的人民的生活 大量QE 大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 这些都不是无代价的 虽然交召 华印就印 印多了 对通胀那些 迟早会产生反应 尤其是中国 现在未必配合美国 不同 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中国是配合美国一齐去应对 不惜牺牲的 现在我相信 中国对中国自己最有利的一套 美国印了这么多钱 后遗症 我相信会比2008年金融海啸 一个是QE的规模大了很多 另一个是 他本身的经济实力 都没有以前那么好 我自己觉得 这一场疫情 分分钟 变成中美国力的第一循环 第一场战役 美国就没有战到上风 之后会怎样发展呢 我自己看 所有国家都要在个人自由 和整体利益之间 做一个平衡才行 个人自由 譬如你喝酒 都是个人自由来的 但喝了酒 你还可不可以在马路上开车呢 社会会定立一些规矩 不让你在路上开车 这是否剥夺了你的人权呢 不是的 这是整体利益需要 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 我发觉西方有不少人对个人自由的理解 都认为是压倒一切 而忽略了整体人类发展的需要 我相信 如果西方不在这里作检讨的话 他在和中国的较量里面 会进一步吃亏的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紧要按这个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